许多朋友常常询问 为什么我的幸福还没来到呢? 收听昭仪幸福道 你的幸福准时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绍涵这两位上辈子听说是个仙女 因为后来在天庭送公文 两个人居然反目成仇了 究竟今世的一个状况跟前世 到底有什么样的连结呢? 那我们今天再次的访问到上官昭仪老师 老师跟大家说声好 哈喽大家好 两位主持人好 我是上官昭仪 很开心 我们今天再来谈讨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那老师 就是因为我也看到你的书里面 也有稍稍的有带到这个部分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 有曾经好奇过 那可是我的好奇是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很单纯的 就是好好奇自己前世是什么 前前世是什么 到底我曾经当过什么 就是我当过什么职业 或是我曾经经历过 这样的好奇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的好奇是真的 在申请这条路上 有的时候会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 如果我知道我的前世是什么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在今生的修炼上面 会对我比较有利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前世发生什么 那我是不是更容易找到 比如说今生的一些解放 然后让我的前世不要再去影响到我的精神 对 那所以我很想问老师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个人 大部分都应该有前世 然后我很想知道是 我们前世种下的那些因 那那些果报是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精神吗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太有意思了 首先我来回答一下恩恩刚刚讲 就是前世种下的因是否真的影响精神 是 我先回答一个 好可怕 好我会说你不要害怕 但是呢 这个不是今天我们想要 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重点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世今生这个题目呢 你相信他有他才会有 好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信仰信念或文化背景 假如呢 你来自于一个家庭或是来自一个宗教信仰 你的信念是没有前世的话 他就不成立了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是 如果我们要探讨呢 我们其实我会用疗愈科学观点 我们来开放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们来谈谈这个民间习俗 或是这个民间的文化 或是我们大家就 因为我们都未知对不对 我们也不清楚 虽然有的人讲好像他可以通 有的大师可以理解 有的可以算出来 或是你做一些 有些身心灵工具 各种的检测催眠等等 但是这都是不可考的 好 那所以呢 我就常会说 就信者很信 你相信他就有用 对不对 你相信他就有效 你相信他就存在 因为我们的信念会创造一个实相 所以我相信他我的信念就创造了这个世界 他就存在了这个现象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相信有这个下18层地狱 他就存在 在我的意识当中 所以我的生活当中 他就形成了这样 那我们就叫今生 就是现世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前世今生是 我们常讲的一些传统观念 或宗教观念 就是前世是什么 宫女 仙女 什么 今生怎么样 对 所以老师上辈子一定是女神 所以这辈子又是女神 会有很多 对肯定是想先一个占个位置 就是我一定是仙女 对不对 好 我们这样你要以智慧 心里会舒服一点 对对对 所以我想我们用一个轻松的角度来看 但是我们 我也想用一些专业角度来解答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跟做我的这个个案来访者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个案经验 所以刚才一开始我有讲到就是说 你相信他就有 对不对 你不信他就不存在 可是如果你说那我老师我是不知道有还是没有 因为我根本搞不清楚我也无法验证 那我们就听听嘛 听听这是一个什么观点 那可是今天我可以用能量的角度呢 来给大家小小的检验一下 因为我的书中有提到 提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来检测 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来检测自己的前世精神 那我觉得这样子呢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方向跟话题 所以刚刚恩恩讲到就是说 是不是会影响 会啊会影响啊 好 那因为你相信以前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个mark 就一个标签了 你会标签化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像我就一定标签说 我们也是仙女啊什么对不对 那可是对人生有什么影响呢 对不对 那你相信他就发生 好 那可是你会看到哪一些人喜欢追寻呢 那当然 比如说有一些喜欢心灵成长的人 灵性成长的人 灵修的人 大家呢可能会有这样的追寻或是理解 好 可是如果以我的专业工作来讲呢 我们会看到哪一些人特别更想追寻呢 比如说他来查访的是 他生活遇到了一个困境 他遇到了一个障碍 或他遇到很难解答 他真的没有办法用常理 用道理 用现在的分析角度来推论演算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就找前世精神 这一条路呢 来给他得到一个输解问题的答案 让他放心 会让他得到一个解决方法 那所以这类人也在那很大多数 大概八成的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心情 来寻找前世精神的答案的 嗯哼 所以如果今天我不相信 前世精神这件事情 那就代表 就代表说 前世不会影响我的意思吗 是这样吗 对 你相信 你不相信的话 它不存在 它也不成立了 所以这个话题 或是这样一个信念的系统 对这样的人来讲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会转一个方式讲 我们其实不用谈前世怎么样 今世怎么样 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 也都在前世今生了 为什么 你种下一个信念 你就发生了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因跟果的关系 也就是你活着的时候 有意识的时候 你已经在创前世今生 你不用去追寻什么 以前以前好几百世几世了 那个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不管你的信念系统在哪里 你都可以来了解前世今生 因为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能量上 理解能量上的因果关系 好我前世中什么因 对不对 所以我今世得了什么果 那我刚才讲过我们的个案心态 我如果因为现在遇到困境 我去追查前世 然后我发现 我们俩不合 原来就是我们送公文的时候 产生了一些意念上的差距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共识上不合 所以影响了我们的同事关系 好那你用关系的角度这样看 合理啊 我心里舒服了 所以明天我再看到 这个我讨厌的人 我就觉得没关系 谁叫我前世跟他有冤呢 对不对 我心里就很爽 很开心 然后我就不会在意了 OK 这样就解决了 然后就放下了 对 如果真的是对你来讲 这很疗愈啊 对不对 我真的觉得这个有差 这个有差 对因为我最近发现说 我跟我同事的关系 其实相处起来也有点紧绷 但是如果我们在练习跟他相处的那个阶段 忽然心里有一种那个放下感觉的时候 我觉得跟他相处起来就自在多了 虽然我们还是有 还是有那一沉默 还是有那个问题存在 但是我会变得会比较好去处理自己的一个状态 是 这是非常好的个案心态 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看 那我们轻松一点来理解前世今生 那就很疗愈 对不对 我就说应该是这样 可是他的副作用是 假如你相信了 我可能是唐朝一个公主 所以我今生才胖胖的 而且我就为什么这样 所以我才有公主命 我改不了啊 谁叫我前世就是公主 那你就惨了 你就真的是中毒了 对不对 你就被限制住对不对 这个毒好像不错 对而且你合理化咯 对你合理化你的行为 你所有的理由 所有的行为都有理由的 因为你把你的习惯 习性合理化了 那这样就没有成长的意义 就不是我们去理解前世今生 它的功效了 是不是这样子呢 对 我曾经觉得很冲击 就是如果都是这样前世今生 或是你的宿命 或是你来到这世界上 本来就已经有一个命运了 那我现在还在那边 那边修行或是练习 就没有意义啊 就觉得反正我不管怎么练 我就是这样 对 如果你不小心知道前世 对你在那个延西攻略里面 你前世是个宫女 那我这一世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好 这一世变一个太监吗 对 对 以前不小心说 某一世我是什么太监 哇 真的好伤人心啊 好 所以我们刚刚真的很搞笑 但是就是话说回来 那么如果你相信 或是你理解这个道理 你可能是尊重它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验证 但是你可能尊重 因为某个大师说你什么 你听听可以 可是我们想来了解的是 那么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今天的结果 是不是我跟我同事之间 我们的妒忌心太强 或是攻击心太强 或是我们都很好胜 想争宠 想怎么样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反思 我们的这个能量习性 这个是我真实在 疗愈科学学校里面呢 我自己的真实经验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做这个疗愈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疗愈的项目 是双手的疗愈 然后呢 我们要练习 把这个人的能量场 去做调整 我发现呢 我一开始信心很满 因为我觉得我功力很高 然后每次我就 给我的个案在做的时候 它都可以清理得很好 可是过一段时间很快 或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但是常常都有 他们会反弹回来的情形 也就是说 在他的气场当中呢 我会发现 他就会有一个 重复的心理上发生 那我就非常生气 我觉得我用的是 全世界最好的技术 然后我自己自知也不错 我这么好的这个技能 来帮助你 你怎么还会翻转回来呢 你怎么还会再发生呢 你应该被治疗好啊 我就非常深情到学校 跟我们的督导讲 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的校长还有我的督导老师 他们给我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朝夕你要去尊重人的能量跟习性 还有在我们疗愈科学 我们不讲前世今生 我们讲是一个能量的习性状态 因为这些能量会显现在你的情绪反应里面 比如说你我们常讲 哎呀你以前你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 你在佛家讲 如果你今世长得丑 你前世已经是好肚之人 尤其是女生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有很多前世今故事 那可是在能量疗愈科学里面 我们不去追查你几生几世怎么样 而是我们从你现在的能量上面 我们看到了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把它代换试算成 比如说像是试算成色彩的频率 或者试算成人的即兴 就是情绪状态 所以我的老师告诉我说 你要容许跟包容别人呢 他的习惯反弹 因为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说做了一次清理掉 他就不再发生 相反的他一个心念动了 那个状态又回来了 还要再做调整 还要再做调整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 对对对 我必须接受我不能生气 对不对 我不能说好像你怎么 我给你清理干净 你怎么还是这样犯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说 那他的前世呢 所以当时我的老师就跟我说 其实我们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来看 看能量呢 所以也许他的遗传基因 他的前世造成了他现在一个 性格上的偏差 比如说他就是一个非常容易愤怒的人 非常容易嫉妒的人 那么我们怎么从这个部分 引导他去理解 然后去转换 可能这个在能量程式上 我们是读得到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前世的来源 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这样听完老师讲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其实根本就没有前世今生 有的只是你的能量状态 因为你的那个能量状态 会不断的反复的出现 就只是因为可能你 从小到大 然后一直有一个惯性 所以导致你本来就是可能 别人把你疗愈好之后 然后比如说你的能量变得很心灵了 可是你的那个惯性还没有被改变 或者说你还不习惯 所以你又跳回去那个惯性之后 你的能量又会变得比较轻松 我不会说有没有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宇宙何其大 有太多的奥秘是我不能理解的 但是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有曾经看过自己前世的这样的记忆 甚至是清醒的时候也看过 所以我想这个在细胞记忆当中 有太多的秘密 值得我们去探索 那也有很多高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就我们这个平凡的每一个人来讲 我们自己要怎么去调整我们每天的生活 所以就像刚才你讲的 就是那我不妨把它看作是我的情绪 那就是我过去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养成习惯 对不对 养成的情绪 那我怎么去调整它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再来看 你就不会压力太大 否则你很容易患得患失 这就像算命的感觉一样 虽然你以前是皇帝 然后现在结果做一个什么工作 然后你以前是公主 结果现在根本不是 对不对 你不是心里就很难过很失过吗 那所以我觉得 如果没有那么患得患失 要一个结果 是或不是的话 而是开放性来看 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 那这种态度 可能在因果的转换上 就会有一个更好的快速 速度会更快 而且转换的效果会更好 因为你没有给自己点评 你是好是坏 你是什么 你不用标签化自己 对 就是我做那么多年经验里面 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观念 想分享给大家 谢谢老师 那像是 比如说 真的相信前世今生的人好了 那他们不需要自己的前世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要怎么样去转化 他们前世所种下的因 那些业力 业力其实呢 也是一个很宗教用语 那可是其实 Karma这个英文来讲 或者是范文来讲 Karma这个字呢 其实它有好的跟不好的 那我们可以来说 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前世 或是也许你有点 特殊的敏感体质 或是你是某方面的专家 你呢 还是多多少少知道 那可是 我们如何转换 前世种下的因跟果 那我们就不妨来看看 我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比如说 我当然要希望好的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我希望好的结果 我就要种下好的因 我们来把果 就是反果为因 对不对 我们往前推算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今天我受这个苦 原来我往前推算 那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形 也许是我的习惯性 我的个性 或者是模式怎么样 那可是既然已经是这样了 我现在这个结果 是我不想承受的 好 那从现在开始 我当然不希望 未来继续这么痛苦 那么我现在就变成 未来的因咯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就开始改变 对 所以现在的因 又创造了下一次的果 所以在每一次 每一个时刻里面的因果之间 你就创造了一个 时间能量的连结 那这个每一个 串联下去的能量场 慢慢就会养成你新的习惯 创造新的结果 所以不管你信不信其无所谓 那可是如果你一旦知道 不管你有什么方式知道 你用因跟果这样串联的方式来看呢 能量就会很快的改变 然后你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其实我的上一秒就已经是我的前世的那种概念 就是上一秒就 因为上一秒就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上一秒已经种下了什么 就是我的前世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 您说 因为如果你想要去转化这个业力 或是这个因果的话 是不是就等于说 那你在每一个当下都尽可能去调整 可是可能你的旧有的惯性 会一直不断出来干扰你 但是就是在他出来的时候 你就稍微调整一下 一点一点调整 然后慢慢的他就不会再影响你 对就是用一个刚才我们一开始讲的 那你发现到对不对 你发现到你当下你这个心念 比如说这个心念不是很好 比较恶毒或是很愤怒 也会伤人伤己 那么你可能发现到之后 就先暂停下来 然后去观察或是去调整 因此每一个心念在调整的过程 也都是一个因果关系 因为现在地球的磁场已经转速加快了 我们没有办法等到几百世以后 我们再来觉醒 孙悟空五百世 这个佛祖来把他关着 我们五百世以后再来觉醒 可能没有办法了 所以可能五百天都已经前太久了 五百个小时 对不对 所以这个前世今生这个因果呢 你就可以放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每一次的这个时刻 这个点你都在调整 都在关照的时候 那么你的果就改变了 那今世也就是一直在循环的前世今生 所以是不是代表说 其实是地球已经没有办法在等了 所以是地球加快我们人们觉醒的速度 是啊 因为如果我们再不觉醒就被淘汰了 因为这是一个优胜劣败的一个环境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的灵魂深处 我们都没有成长 然后每天只是负能量 然后每天创造负面因果 那你这个肉身也没什么用嘛 那不如下次再来啊 那不是太可惜 下次再来 对就谢谢收看了嘛 离场 散出 对 所以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稍微轻松点或快乐一点 然后我们用一个比较敞开的心态 幽默感一点去看过去跟现在跟未来 那你可能就像刚刚Jeff讲的 就是在你现在也能当下化解 你跟同事之间的一个焦虑 或是现在胶着的情绪状态跟生活的问题 然后同时你又能够去往回头去追溯 你过去养成的习惯 也许你追溯了到这一生追溯完之后 你说我才18岁 我追溯了18年 我怎么养成的 你再往前追溯 追溯到父母的情形 祖先的情形 这种前世今生的这种细胞或基因的这种基因链 它也是一个业力的枷锁 那也是可以透过我们现在的理解 能量上就能很快速转换 那不是很过瘾吗 真的真的真的 那老师我还想要问 大家会不会很觉得压力好大 真的放轻松放轻松 不会我觉得前世今生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前阵子有在改做事的习惯 就是之前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那后来有一段时间开始改变 就是说我开始会帮我开始要做的情况 先设定一个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 那再去执行下来 就会发现说事情忽然顺畅的很多 其实把这种前世今生 下一秒的时间感跟要做的事情去做连结 你会觉得其实 诶奇怪怎么我的世界怎么忽然又轻松很多 又轻松很多 因为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轻松很多 但是我发现要轻松很多 对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如果用这种信念来想很多事情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整个人轻松很多 而且也成长很快 很多外在的事情 本来卡住的也都迎刃而解 那我自己也有经验 像我有时候在我记得以前 我因为我在各个不同的地区跟国家教学 我有次我记得我有一个班上 我看到现场全班都是在我某一世纪当中 当时所会面到的一些人群 我自己非常惊讶 因为我是不追寻前世今生的人 那可是我在我比较开放的观念里面 他跑进来了这样的讯号 我认真核对过 包括他们的身体的状态跟我所观察到的 是一致的 比如他前世怎么过世的 然后这次他哪里会痛等等 实在太奇妙了 所以常常这种经验发生的时候 反而是给我一个省思 就是那我今生我要怎么再珍惜 比如说我又跟老朋友相聚了 我们以前曾经因为误会 然后我们就交恶了 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可是这次我们再相遇了 那我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善的缘分 也许这次相遇之后 我们接下来这一辈子也再不会相遇了 可是至少我好像把它完成了 所以我常常这种画面 或这种现象出现 场景出现的时候 我就会提醒自己 我能够为对方再多做什么 我能够怎么样把这个缘 这个愿能够实现 心愿的愿 当然有可能是怨恨的愿 那可是我怎么把它圆满掉 这每一场我在教学的时候 这种游戏疗愈场 每一场的结果都是非常完美 非常棒 是因为我投入了这样的信念 引导了同学们 于是大家 虽然不知道到底前世今天是什么 也不是我们在上课的主要话题 可是当人们感知到的时候 都会心存感恩说 谢谢这次让我再跟你相遇 所以我们这次好好善聊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真的 所以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们今生遇到的所有人 真的都是前世 我们都有相遇过的人吗 我觉得不尽然 有一些真的是就是萍水相逢 可是不管是大姻缘 小姻缘 或者是累世的很激烈怨恨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那些不重要 但是你可以观察 比如说有些人跟你这辈子 比较好的朋友 亲人经常碰到 甚至怨敌 对不对 这些肯定跟你缘分深 肯定过去跟你有什么牵连的 也许是在能量的本质上面 那我们可以碰撞出 什么样成长的花朵 那或者是前世我们的确有点什么 那可是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理解 我们统一在疗愈科学能量的角度 是没有问题的 都一样的 好怎么说呢 就是你都是一样 就是很感谢说我遇到你了 然后我来研究 我跟你这次怎么样碰撞出一个更好的火花 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圆满 所以我想是 是一个很正向又健康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慢慢的你可能也因为这样的觉察自己 你就会发现 或许你真的会遇到那些跟你前世有姻缘的人 而你也顺便的把它实现了 彼此双方的心愿跟梦想 那所以不见得现在遇到的都是过去曾经遇到的 但是都是所谓的大跟小 那比如这次瓶水相逢的人 你总不希望创造了一个怨念 下次再来吧 对不对 所以这次也是一样 对你就把它再善了 那是不是下次结果就越来越美好 于是之后你的 你的能量场域就不再只是 所在限制在疗愈的这个场域里面 比如说像我们自己有很多传统文化里面的 人情债主啊 负面啊 小人啊等等这些 那当你把这些真的完成了之后 你发现你遇的都是贵人了 你不是一直在忙着处理那些没有处理完的人情债啊 钱债啊什么债啊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忙这样呢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调你的频率频道了 你到下一个dimension 到一个不同的次元跟空间的时候 你到那个空间你已经都没有怨敌了啦 你都是好人啦 都是好朋友啦 那不是更美好嘛 所以我常常在做这样处理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亲身经验 我都觉得越来越美好 就是因为你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那就让它圆满圆满这样子 那那种能量场就很舒服 而且都很高 不会一直滴下来 不会有人把你拉低 因为你的场域就没有那么低了的人嘛 这样子 嗯 菊老师每次看起来都好开心喔 对啊 我 因为我也常不高兴啊 我很有个性脾气 可是 我就是因为这些疗愈的方式 让我有很多看到别人不同的面向 包括今天我们的主题前世今生 我从这个主题也看到很多 啊就像刚才稍早我们讲 我心就豁然开朗 哎呀 原来是这样 难怪他对我那么差 原来我们中间有什么过节 那你一笑置之 然后马上检讨自己 那这一次我要不要再重新犯呢 对不对 哦 那可能真的我曾经对人家不好 或是什么 呃 因为尤其我在做就是疗愈个案的时候 我也看到别人的故事 给我很深的提醒 你也不敢再犯错了 是真的 因为你并不想这么辛苦 对 嗯 好 那今天在空中非常谢谢老师分享 就是说如果我们保持圆满心 圆满意图 去看待我们一切的话 一切应该会变得慢慢转好那个状态哦 那今天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拜拜